李佳颖沉默两天脸书回应:"我不会劈腿,我只会道理。 阮今天日前被媒体拍到车上载助李佳颖,报出李佳颖劈腿一云。 图翻设李佳颖,阮今天脸书,二千零一十八万零四百零六。 日前阮今天被媒体拍到开车载助两个女性友人,其中副驾驶座的女性就是李佳颖。 因此李佳颖被制劈腿,无逢接鬼恋上软惊天。 她沉默两天后,在脸书发文:"我不会劈腿,我只会道理",似乎回应劈腿一云。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,李佳颖在今年农历年前, 舆论及婚嫁的前男友与钟钟导演分手, 而分手时间疑似与认识软惊天的时间重叠,因此遭一劈腿。 而于钟钟导演得知此事后回应:"我相信佳颖没有劈腿。 李佳颖表示两人会分手,是因为个性不合时有争吵,并透露两人交劳一年半,已分手两个月。 陈默两天后李佳颖在脸书DO出道理照,发文写上:"我不会劈腿,我只会道理",似乎回应连日来的劈腿报道。 好友李佳颖看到后,也留言力挺他,一连串有的没的,都是一时的新闻,继续每天活得像样,开心吃饭,开心睡觉,开心运动吧,真真实实的。 其他网友也纷纷留言鼓励为他加油。 最后李佳颖免疫自己,道理还可以嘴角上扬的,笑笑,就没事了。 李佳颖沉默两天后,脸书PO出道理照,卸下:"我不会劈腿,我只会道理。 图翻设立佳颖脸书,2018406。